先聊几句 这也是八卦的事了 歌神张学友被网爆了 主要是在给香港回归25周年的祝贺视频里 没说啥回归祖国这类大词 就是表示对香港有信心将来这个城市会更好 这话可以两边解读 一边是说 OK好 你共产党在这虽然遭改 会遭改的更好 是吧 这个也有可能 另外一个就说 你共产党早晚有一天完蛋 我们这个城市精神还没有死 可能我将来还能够遇火 真正意义上的遇火重生 现在是做成烤鸭 说不定将来是能够遇火重生 有可能是这么个意思 你反正两个人解释都行 对不对 这就被网爆了 股掌不够 姿势不够标准 不够热烈 就会被骂这件事 这是爱国贼进化的一种形态 您想想 在老江那个时代 也还能有舆论监督 对不对 比如说南方报戏 这些地方能起来 这些东西 它是有一定的宽容度的 你甭管老江怎么样 他在这方面 那是有宽容度的 你看那视频 老江去香港 那人家是什么 那是什么路出 您看我们咱当今圣上去香港 那他们算了 就不说了 我有时候嘴有点损 不好 真的 我也是深刻反省这件事情 还是要作为海外国中 还是要对圣上有所恭敬才好 这是一个 那这个主要是 就是说看这个对比 同行衬托 您看再往下说 咱涛哥那个时候 基本算是不太折腾 您可能觉得他好多地方 做的确实不好 有什么这种东西 真的不算特别折腾 虽然说 也是这个严防死守 但可这倒车的油门 踩的不够狠 毕竟是看守内阁类型的 对吧 知道自己将来要把权 真正交给红二代 所以呢 就是您看涛哥下台的时候 直接就把什么总书记 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一次性清仓 走你 全给你了 对吧 跟老江这个呢 还是有所不同的 下去之后呢 涛哥呢 也无声无息 庆典出来呢 当个牌位 还是面无表情 我觉得涛哥那扑克脸 真的跟我能有一拼了 那我可能也是跟涛哥这学学 这个领导人 是吧 哪怕是前领导人 咱扑克脸又会 估计涛哥这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算我算是看堆的 对吧 只要在我手里不出事 基本算对得起这个 马祖列宗 毛帝矮黄 或者是毛黄矮帝 是吧 马祖嘛 马克思 列宗呢 这个列宁 毛黄呢 太祖高皇帝嘛 矮帝 那小平统治 对吧 我对得起你们了 是不是就完事了 那从言论环境可以看出来啊 这这肯定是越来越紧 这没什么问题的 兄弟我2003年呢 左右呢 重新回到新闻界啊 就是原来我是跑出跑出个三年多吧 去做那个去做投资去了 然后呢 那个我重新回来以后呢 就是无论是开专栏啊 还是在网上写文章呢 多少还是空间还是有的 因为我那个十年吧 从2003年开到2013年 开了十几个时政评论专栏 一共写了十年 到了2013年 我就直接就全关了 为什么呢 倒不是说我写不下去 也不是说没事了 就是再写人话呀 他的话就发表不出来了 对吧 得那咱网上写吧 那会网上还有点空间 咱当今圣上刚开始的时候啊 还不至于由门到底 总还是有点说话的空间吧 哪怕那会是跟那个粉蛆呀 什么爱国贼呀 互喷 总还是有来有往啊 那时候也没什么上纲上线 某些时候啊 某些时候 还有这个不鼓掌的自由 等这几年您看吧 基本上所有反对的声音啊 就全给消声了 全消失了 就连不鼓掌自由都没了 我记得前几年啊 就有人骂某个歌手 说在某个日子没有 为什么不鼓掌啊 你怎么不献上祝福啊 不表示祝贺呀 问题是他妈人家是新加坡人啊 对吧 你国庆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你是神经病吗 不是 对吧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是 什么地震 或者什么洪水灾难 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你为什么你今天发 那个洗狗洗车的照片 废话 人家也不是你中国人 为什么一定要说这话呀 对不对 OK 但他们不管 对吧 但凡你是华人面孔 华人姓名 说着华人的语言 你就必须鼓掌 这个阶段呢 还是说 只是说鼓掌的 有无的问题 对吧 那不鼓掌的自由呢 是没了 那再退一步 鼓掌就鼓掌呗 很多艺人那就学乖了 到日子就恭贺一下 反正也掉不了一块肉 对吧 总比被冠以台独啊 港独啊 这种名义好 然后各路 各路爱国贼大满族 哎呀 好厉害呀 所有人都那个都鼓掌了 嗯 那 您要知道 是这样的 爱国这件事啊 跟吸毒类似 尤其是在中国 跟吸毒类似 剂量呢 只能越来越大 因为高潮的预值啊 是越来越高的 对吧 渐渐的呢 就开始挑这鼓掌的毛病了 鼓掌的姿势不对呀 鼓掌不够热烈呀 这就都算罪名了 措辞稍微不如意 就出征讨伐 而且呢 必须跟他们心里的这个鼓掌姿势呢 你得一致 是吧 我都 我们都老汉推车 你怎么能观音作帘呢 是不是 哎呦我去 这居然还居然玩了一个禅腹意 挖到龙腾九世 你能玩出这个了 我怎么就不能玩了 你就不能这玩 你就只能老汉推车 对吧 传教士士都行 那你就说禅腹意什么的 这个你都不能用 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 这段可能有人听不懂 回去自己查龙腾九世 然后您再回过头来再听一遍这段 那是这样啊 张学友这回呢 就算是遭遇了这个鼓掌姿势不对这个罪名 论说起来吧 这个香港四大天王里啊 张学友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 主要是 真的张学友唱歌唱的好 而且演戏也演的特别好 刘德华呢 属于那个演戏水准呢 哎不错 但是唱歌这事就不敢恭位了 对吧 至于其他两位我就不评价了 这四大天王里 那也是分档次的 有些档次咱们评价 有些档次咱就不评价啊 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怎么说呢 这个我们这代人呢 是受港台文化影响啊 美式教育长大的 您可能有人说 怎么会说美式教育长大的 哎是这样的 我们那会儿学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那会儿 我们上学的时候 你他整体的教育那个思路 包括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学美国人的 那在中国大陆啊 还没有因为钱包购股 而有这个四个自信之前呢 其实就有好多人呢 说香港是文化沙漠 实际上那时候 中国大陆啊 才是一片文化沙漠 或者是说文化的严谨地 港台呢 才是中文圈里的绿洲 真是这样啊 港台文化加日本 美国文化 在改革开放的这个前三十年里 实际是让中国大陆这块严谨地啊 有点绿化的样子 当今 当今圣上上台之后呢 大概是因为当年在陕北啊 黄土高原那块 把这审美扭曲得点过了 致力于恢复这个严谨地的水准 因为有钱了嘛 对吧 进行了大规模的退更还检检地 并且刷金边 这工作 顺手呢 还把这个香港啊 就给沙漠化了 现在这个中文的这块 真正说意义上的绿洲啊 只有一块了 就是台湾 对啊 这扯远了啊 这扯远了 咱接着说张学友这事吧 可能我朋友说呀 这就是爱国贼 要让所有人遵照规定动作鼓掌的冲动啊 这个张学友这事大概就是这么 这在很多人看来啊 就是说 这就是一帮爱国贼嘛 让大家那个 所有人都按照他规定鼓掌的这个动作来来做 这么一个冲动而已 其实啊 这个就看得到点浅了 也不是这样啊 这帮人啊 并不是啊 像各位想的这么没脑子 一般正常国家的爱国呢 基本就在我来讲 我给它归于叫内裤性 自己这儿就完了 你穿没穿或者是穿成什么样的 是Hello Kitty的啊 还是蕾丝蕾丝相边的啊 这个呢 是你这个自己的事儿 偶尔露一下呢 露一下这个内裤呢 偶露蒸笼 这也不是不行 对吧 但是呢 这样的情况呢 它攻击性不强 咱们的爱国贼啊 不是这样 咱们的爱国贼呢 属于这个内裤外穿型的 对 您就能想起来 就是跟那超人似的 就是内裤外穿型的 呃 那个必须要有目标啊 进行攻击才能那个表现自己的爱国激情 这倒不是说啊 原本这帮孙子就就这样 而是呢 一直以来啊 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啊 是以两方面为主 第一方面呢 是这个苦大仇深 第二方面呢 是文化优越 原来说文化优越呢 指的是我们继承了这个 马恩列斯这套文化 说我们是制度优越 文化优越 现在呢 又找新哲 就是往那个 呃 我们这个所谓的五千年文化上推 那就是这两点 一个是这个苦大仇深 一个是文化优越 是一种啊 需要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 那所以他这内裤 他也外穿才能证明 哎 老子你看穿内裤了 对吧 我这内裤是Hello Kitty的 我这内裤是T字形的 那反正就是这么个路数 那证明自己爱国主义 是要给谁证明呢 他需要的是敌人 但只有给自己的人证明才行 但是呢 他怎么才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来证明呢 他要通过敌人 对吧 没有敌人 创造敌人也要爱我 这就跟我党似的 没有困难 创造困难也要上 但是一脉相承的路数 对外呢 当然就是美日这些 这些支流的这些国家啊 责任全在美方 什么的 就是这个 那对内呢 当然就是各种批评者呀 阶级异己分子啊 黑五类呀 右派呀 现在说的是这个所谓公知啊 对吧 简而言之呢 不斗争就没法爱国 中国爱国主义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就是不斗争就没法爱国 因为不挑动这种 对内对外的情绪吧 我当然也知道 自己就不稳了嘛 所以他一定要把这爱国主义呢 变成一种斗争型的爱国主义 也就是内裤外穿型的 呃 所以呢 在我党啊 清空了所有反对派言论之后啊 必然就需要猎物 你斗争 你总得有 总得有这个 有斗争 斗争对象啊 那很不幸 张学友 他就是这个猎物 最新的猎物 就等于是 赶紧扣张作为名来一发 对吧 哎 发挥一下的这个爱国之激情 本质上吧 这个事儿不是鼓掌 姿势对还是不对的问题 您知道吗 因为他这话 你挑不出太大毛病了 他是需要这么个靶子 需要这么个猎物 发泄自己的这种 内裤型的攻击性的爱国激情 就这么证明自己 这是这个问题 所以说张学友这会倒霉嘛 对吧 那至于说 像这个谭永林啊 刘德华啊 成龙啊 在晚会上唱十八摩 不是 那个我爱我的 我 什么我的祖国吧 那首歌叫 不是十八摩 是我的祖国啊 就是说呢 这种事儿其实是没什么好评价的 为什么呢 我首先第一个 我从来不把演艺圈的人士 当做社会楷模干 你说 他怎么能当社会楷模呢 对不对 是吧 我我就是没花生米 我喝一斤二锅头 我也不会说那个这么看 那我不把当社会社会楷模看呢 那就无所谓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对不对 这主要因为可能是岁数大了 人呢 也宽容多了 对吧 想吃饭 想吃好饭的人啊 是人之 是人之常情 这件事 对吧 何况本身呢 他们又在这种最浮华 最势力的这个演艺圈里 那这么多人跟着他一起吃饭 他又想吃得好 一直想挣钱 那这样的情况出现 那让你去唱个堂会 对吧 甭说唱堂会了 让人家劈腿 你能怎么着啊 那只能 那你只能劈腿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被权力强奸 然后或者是只让你唱个小曲 这难道有什么特别过分的地方 对吧 你怂了这件事 很正常啊 很正常啊 其实啊 我倒想起 回想起另外一个 在当年啊 在1989年6月4号前后的时候啊 您看今天在这个唱十八摸的这帮人呢 他们都曾经 有一些 都曾经参加过 支援大陆学生的这个运动的这个演出 游行 他们都曾经去干过这件事情 对吧 其实您看啊 都是同一同一拨人 对吧 他们只不过呀 就是说今天人岁数大了 他需要这些东西 他去舔着脸 去争取自己更多的一点利益而已 所以有时候我就不愿意去评论他们这些行为就在于此 因为年轻的时候也有过一腔热血嘛 他们也有过 只不过他们呢 更 更希望他们心目中更重要的 是能够获取更大的利益 那现在有很多人他可以说不愿意回去那么大利益呢 那就你就就就退隐呗对不对 说起来呢这个香港这块呢 我呢最喜欢的两位明星啊 是一个是梅艳芳 一个是刘都 对于很多外物的这种欲望 就是原来我们这个古人呢 有这么三句话 叫少年借色 中年借斗 老年借贪 有时候想想啊 这个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您比如说成龙 对吧 您可以知道 这三句话他都违反了 至于他将来会不会有什么特别 怎么说呢 好或者不好的下场 这事不好说真的不好说 好谢谢诸位跟大家下说几句